就来看看是在花莲的部分 一连三天的国民党花莲县长的初选电话民调 在今天结果出炉 杜丽华以平均54%的支持率 胜出叶金川的45% 9月2号在中央党部呢 也将会提报中常委提名参选人 但是花莲副县长张志明 抢在结果公布之前就宣布选到底 再加上立委傅昆奇形成了三抢一 民调足足输了9个百分点 叶金川皮笑肉不笑 我没有能够胜出 其实是个人的不足 在这里向支持我的相亲 表示歉意 因为时间很短 很难把这个力量把它举举 听得出来不甘心 但叶金川表示会尊重党内机制 只不过遭到慈楼卫生署长 现在又出选失利 叶金川等于两头空 我现在会继续留在这边 中央我那边如果有需要 我只会义工的方式 回去帮忙 不管是艺船或是选住中央 但是我不会回中央去认管 国民党花莲县长初选 从8月28号到30号 由三家公司进行电话民调 杜立华以平均54.476%支持率胜出 叶金川的45.524% 国民党中央将在9月2号提报中常委 提名参选人 虽然我看起来是一个人 可是我真的并不估计 因为有花莲县所有相亲好朋友 而且对我的疼惜相挺 所以给我很多的动力跟支持 杜立华虽然在民调出现 但花莲副宪长张志明 强在民调公布前就宣布要选到底 立委傅宽奇也当人不让 行程三抢一 如果再加上民进党的竞争者 花莲宪长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这次来问你 花莲请不吝点